刚才谈到其实网域 网域这个名字比较好背 所以一般来说 它也是跟数字一样 有分成四个 三个点然后分成四个 所以它分成最后面是国家名称 然后机构种类 然后机构名称跟主机 所以像我们中山的这个 www.nsysu.edu.tw 当然就代表我们中山的 全球资讯网的主页 所以最后这个tw代表国家 对不对 台湾tw 美国有没有 美国有没有us 有没有 有喔 还是tw 美国没有啊 因为美国 不小心是不是 因为当初是他们弄出来的 这是网际网路 网际网路其实不是美国弄出来 网际网路其实是欧洲啦 是欧洲 那后来有这些网域的名称 可能是美国能弄 所以美国 美国所有的几乎好像 我后来有看过有加us 但是好像很少 大部分他们像如果是学校 就只有到edu而已 他们通常没有 没有国家的 好像美国就是最大的那种感觉 所以美国有时候很够人玩就是这样 什么都是当老大 那tw是台湾 日本呢 JP JP 韩国呢 KR KR 大陆呢 中国啦 CN 对不对 好那有一个国家最特别 那个国家呢 因为这个国家名称很特别 所以他的那个国家的名称呢 就很卖很赚钱 那个国家呢叫做图瓦鲁 图瓦鲁跟台湾现在是还有邦交 所以可以跟台湾有邦交国家 大家就知道那个国家很小 那图瓦鲁在哪边呢 图瓦鲁在 在澳洲 澳洲东北边那边 他是一个即将在全球气候变现之下消失的国家 因为他的 被海淹没 他会被海淹没 因为他是很小的一个岛 那他的图瓦鲁这个国家 他的 他也是 虽然是国家小崩小 他还是有国家的这个网狱的名称 他的网狱叫什么 叫TV TV 那TV为什么卖钱 因为这个是可以租人家的 网狱这个名称是可以租人家的 所以呢 你看看美国如果有很多节目 他们是什么什么电视的 因为TV就是电视的缩写 那他们国家的缩写叫点TV 所以他就可以把他这个什么什么点TV 卖给那些美国的 或是其他国家在做电视 commercial的宣传的一个网狱的名称 因为刚刚都说过嘛 网狱比较好背嘛 那点TV不是很好背吗 大家看到点TV就会联想到什么 电视嘛 所以他们那个国家就是卖网狱名称给很多 很多这种娱乐 特别是做电视的啦 特别是做电视的 所以他是点TV 所以也要看到那种什么电视广告是什么 最后那个网狱名称是点TV的 其实是代表是图瓦鲁那个国家 只不过他是租给人家 或是卖给人家去当这个网狱的名称啦 那另外EDU当然就是学校嘛 那除了EDU还有什么 有看过什么 COM COM是什么 .com .com .com是什么 .com就代表公司嘛 对不对 company的缩写嘛 对不对 EDU就是学校education的缩写嘛 COM就是公司的缩写 还有没有 gob 什么 gob gob gob是什么 government 政府单位的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N呢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是ORG ORG就是organization 就是一些组织啊 一些组织 那所以还有蛮多的啦 那另外这个单 就是你的这个机构的名称啦 那我们学校就是MSY SU的缩写 那主机 这个主机是做全球资讯网的 就是World Wide Web 就是Triple W 那当然如果你不是做全球资讯网的 像还有的是Mail 我们中山的是Mail 对不对 那你们的E-mail不是 是什么 你们E-mail的第一个是什么 student 对不对 有没有 还是你们都 反正你们大概很少用学校的那个E-mail 11月才通 蛤 好像11月才通 11月才通 11月才通啊 anyway 反正student就是代表 那我们像我们老师就是faculty faculty就是学校的教职员 类似这样 所以这是网域的名称啦 那我们一般来说当然如果你直接有那个网路线直接连 就连上去了 那如果一般在做传输的时候呢 有什么ADSL跟CableModern 那这个以后你们如果真的到外面去住宿的话 你们一般来说中华电信可能他就会需要透过这个ADSL的技术去跟那个网际网路做连接啦 那甚至有的现在是用CableModern就是类似用那个D4台 D4台现在也有在做网路啊 所以现在D4台不是只有卖D4台 他们也可以做网路的这个传输啦 这个早期的数据线要透过波接到ISP再连到网路 这是很旧的 那CableModern当然他透过一个数据机一样连出去就可以了 那而且CableModern也可以用可以给电视 那这个就是你们如果在设定网路带 这个界面吧 对不对 看过一次就不看了 对不对 大概就这样 这边你可以去看你的IP 然后你的直网路遮照 还有什么预设杂道 那这个都有些固定的 那还有一个叫DNS Server 这个DNS Server如果坏掉呢 就会产生一个悲剧 什么悲剧呢 你打www.nsysu.edu.tw 他就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网域必须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网域的名称 它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个IP 所以它真正懂的是那个IP 但是我们懂的 我们不是懂啦 我们比较看的 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www.nsysu 那这两个怎么去转换呢 就是透过这个叫DNS Server 叫Domain Land Server 它会把网域的名称转换成IP的名称 这样它才能够连上去 所以如果DNS Server坏掉的话呢 你打www.nsysu.edu.tw 它会看不懂 因为它不晓得那个IP是什么 因为它没有办法透过DNS Server去做转换 所以这个DNS Server一定要设 你如果没设的话 你再用这些网域的名称就会有问题 除非你知道 除非你知道中山大学的全球资讯网的IP 叫140.117.11.2 所以你全部的IP名称可以背起来 不然的话你这个还是得靠这个DNS Server 去帮你做转换 所以这个都要做设计啊 设定才能够去用 那无线网路的通讯当然 这个有些都比较旧的啦 像有些搞不好都已经face out掉了 像第一代的什么这种技术 连我都没听过 AMPS 第二代GSM 这个可能有听过啦 这个当然就是打电话的GSM 然后到第二点五代呢 有GPRS 那这个时候GPRS慢慢 其实到GSM就已经有一些数位讯号了 早期的话还是类比讯号 但是它的传输的速度其实都还很慢 然后到第三代有这些无微博的技术 那速度稍微快一点 所以叫3G嘛 第三代的这个通讯技术叫3G 那现在有4G 对不对 我们手机有时候讯号上面是显示的4G 对不对 那是4G的讯号 那4G的讯号 它的技术可能又不一样 那它的速度频宽会更快一点 会更快一点 你知道我们中山大学 对不对 我们在海空系还好 你如果到海科院那边去 是收不到讯号 以前在海科院是收不到讯号 因为我们中山的网路 那个无限的是都架在那个图字大楼 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 图字大楼上面有好几个 那个人家电信业的那个什么 那个接收站 或是那个放水 那海科院收不到怎么办 所以后来我们去争取了之后 现在在那个往山上那个地方 你们有大概很少往那个方向走吧 往山上那个方向 它不是有那个塔 有没有信一个塔 有没有看到 那个塔就是后来又加装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 大概整个范围都可以涵盖无线网路 好啦 那GSN的架构是什么 这个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GPRS 3G 4G 以后5G是不是听说好像也快出来了 对不对 那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以后无线网路越快的情况之下 当然可以做的事情就越多 好事坏事都有 好事坏事 好事当然就是你们以后 玩GAME会更顺嘛 对不对 那坏事是什么 坏事自己想 我不知道 PHS跟WAP 这个大概也都FaceOut掉了 以前听说在医院里面 因为怕那个 怕那个无线的通讯的讯号会影响到医院里面的一些设备 所以以前医院里面的医生都不准用 或者是里面他最好不让你带那个手机 可以有通讯 就是可以透过3G或通讯的方式 他要你用的是什么 PHS跟WAP 因为那个功率比较小 比较不会影响 但是这个后来好像也都没有在用了 那另外 除了用4G的网路之外 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那个什么 Wireless LAN 就是区域无线网路 就是你们那个Wi-Fi 对不对 有听过吗 Wi-Fi Wi-Fi就是这个区域无线网路 那区域无线网路大概范围也不会很大 大概100公尺 大概很长了 那另外除了这个Wi-Fi之外 Wi-Fi大概也常用了 因为我们中山现在 像我们这里面 我们现在开手机 我们那边就有一台 这边有一台这个 无线网路的Wi-Fi的AP 这个透过这个 你也可以连到 连到无线网路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蓝牙啦 还有什么个人区域电网路PAN 这些都是 也是无线网路 但是它是比较有特殊目的的 像蓝牙你们有没有在用 你们用蓝牙在干嘛 OBAN 蛤 O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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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牙可以傳東西 但是藍牙的頻寬很不大 所以藍牙一般是用什麼 像耳機這樣 有沒有聽過藍牙耳機 藍牙喇叭 那些都是藍牙在用的啦 那另外這個 個人電力區域網路 就透過他可以透過那個 透過我們的那個電 電力的 cable 他可以當網路去傳輸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比較特別 好這個是網路的部分 網路的應用其實非常多啦 現在非常多樣化 這些有些都是比較早期的 有早期的資料 所以讓你們知道一下 以前的一些歷史古董是長什麼樣 所以網路其實我們說一開始 他是 其實當然這個 我剛說其實最早應該是 應該是歐洲他們有一個叫高速 叫什麼 高速 高速碰撞中心 這是他們在做那個物理學研究的 他們裡面設計的一個網路 那個網路後來才會變成是 所謂的骨幹 變成是所謂的那個 Internet的骨幹 那這個早期的這個 Uppernet Uppernet 當然這是美國那一部分的啦 Uppernet是國防部的 那 大部分開始是軍事用途啦 至少在美國那邊是軍事用途 那後來到美國那邊呢 其實像什麼這個BitNet CSNet 這個後來是到他們美國的 美國類似我們台灣的那個科技部 或國科會 他們再去發展出來的這兩個系統 所以以前的系統是 國防部是國防部的 教育部是教育部的系統 所以以前的系統兩個系統是不通的 以前教育部的就是學術單位 就是用學術單位的網路 那軍事單位是用軍事單位網路 那後來就是因為透過Internet 它後來就是串在一起 所以Internet的概念是這樣 那NSFNet 這個是國家科技藝基金會的啦 這個就是用Uppernet弄出來的 所以他們後來就是整合在一起 但其實這個都是美國的發展 但其實最後能夠把它成型的 應該是在歐洲那一塊 那我們台灣也有啦 我們台灣早期 不是早期 現在我們在台灣所用的學術網路呢 就叫Tanet 另外中華電信屬於民間的啦 民間的就是HiNet 那現在這一家以前資冊會 大家可能不曉得知道 有一個單位叫資冊會 資冊會它後來有成立一個叫CNet 但是CNet現在聽說是被遠傳買走啦 所以現在遠傳他們的系統就是CNet 所以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Network 但是它後來最後還是串在一起 就變成Internet 所以這些都是屬於各自的網路啦 那也許以前不通 但是現在透過Internet就把它串 那我們台灣其實最早的網路 還是透過學術界為主的 它那裡去發展出來的 去跟全世界做接軌 那網路上面的應用有很多種 那你只要懂得它的那個傳輸的 我剛剛說過的傳輸的protocol 你自己都可以去寫 所以為什麼人家現在透過網路的駭客 網路的駭客它就很知道 你的這個傳輸的protocol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它可以從裡面去抓 所以我們說有時候你要連網路的時候 最好是有密碼保護對不對 如果沒有密碼保護你在傳輸的那些資料 它都可以被人家攔截 攔截之後你那些資訊都是公開的 所以人家就知道你在傳輸的內容也好 還包括你的任何的個人資訊 可能都在裡面就被 就像你們如果上網要買點數 你是不是要有帳號 有帳號就有密碼 它那些東西如果沒有透過密碼保護 很容易人家攔截到之後 它就可以幫你偷用你的資訊 那網路有很多種應用 那這個現在目前大家最常用的 當然就是這個 叫全球資訊網 那全球資訊網 基本上是一個所謂叫超媒體 那超媒體的概念其實就是媒體啦 這是聲音影像再加什麼 聲音影像加動畫對不對 這些都是屬於多媒體啦 那多媒體以前 以前網路在傳資料其實都是 像我們早期在用網路都是在傳文字的資料 或者是在傳檔案 那很少在傳多媒體啦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 因為以前是在教育界使用 教育界使用大概不外乎 大概就是在大家傳 就是discussion在討論某些事件 或者是在傳一些 傳一些文 那個叫什麼 文件檔 那這些文件檔 大概裡面就是都是在 都是主要是用在這方面的部分 所以比較沒有在用多媒體 那是後來因為網路應用在一般普羅大眾之後 才開始把這個多媒體的功能加進來 所以這個所謂的hypermedia 超媒體的部分就會跟著 世界外web 全球資訊網就慢慢的越來越 越來越盛行 那當然全球資訊網大家都知道 一個hyperlink 超連結 知道吧 超連結要幹嘛 就點進去 你就連到另外一個地方嘛 所以它為什麼是一個web web其實本來是什麼 web本來是什麼意思啊 蛤 你們英文有沒有檢定考啊 蛤 有沒有檢定考啊 幾級 還沒考 什麼時候考 你們不用考英文檢定考嗎 因為你們畢業的條件不是好像要 如果不考檢定考多意要考750 蛤 你們降到650啦 750啊 750啊 750是不用修課 你只要 你就下定決心我不修課 我也不要幹嘛 我就是要考多意 只要考到750 你就可以滿足 畢業的門檻 是不是 那你如果要修課的話 你可能會 它好像開始給你一個鑑定吧 鑑定之後來看看 你是要修幾門課 然後再加上多意幾分 是不是這樣 750就完全不用任何上課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講 web web什麼意思 web是網站喔 web什麼意思 網啊 web本來就是蜘蛛網的意思 那蜘蛛網 為什麼它叫web 因為它 為什麼我們全球資訊要把它叫網 因為它就是像蜘蛛網一樣 它可以東 可以跑來跑去 所以它要透過蜘蛛網這種概念 它可以往全世界各地方去散布出來 所以叫web 所以全球資訊網其實是蜘蛛網的概念 那每一個蜘蛛網連出去 就是透過這個hyperlink 這個hyperlink 一連出去就到另外一個什麼 另外一個domain 另外一個什麼地方去 那另外它可以連到很多 包括什麼 它有些不同的網頁 web裡面有類型 不同類型的網頁 包括入口網站 內容網站 跟資料庫 那當然你們現在也許看的比較多的是 我不知道你們看什麼 好啦 什麼叫入口網站 叫Porto Porto Porto就是入口網站 一般來說現在Google 其實早期像是雅虎 雅虎早期是最有名的入口網站 它裡面可以除了提供搜尋之外 它還可以提供一些content 就是一些資訊 但是雅虎現在好像也被Google幹掉了 所以現在是Google比較 但是Google它其實重點就是它的searching 它的搜尋引擎 那早期台灣還有什麼番薯騰 那美國那邊有Leiko跟Excite 這個其實我都用過 以前早期在做這種搜尋引擎的時候 其實Google還沒出來的時候 大概是Yahoo Leiko跟Excite 是最有名 那後來Google一出來 打死全部的人 所以現在大概是Google獨當 那這種就在入口網站 你透過這個入口網站 你就可以往全世界其他地方去 為什麼 因為你像Google你下一個search 你要不管搜尋什麼 你只要一下這個search comment之後 它就可以幫你帶出來這些相關的網站 你就可以往外去連了吧 所以它就是一個入口 類似一個入口網站 那content的內容網站 一些內容網站就是它這個網站 專門就有些特殊的information 可以在上面 那這種叫做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簡稱叫ICP 像Cnet 大家可能應該沒有機會去上過這種東西 Cnet就是一些 談一些電子商務的 一些電子的一些比較update的訊息在這邊 台灣有一個電子商務時報 類似這種東西 那另外也許像 我不知道 像Mobile01有沒有上過 沒有 Mobile01類似也是一個content 它雖然是一個論壇 但這個論壇它也有提供一些content 有一些內容網站 那還有什麼 還有討論遊戲的 那個叫什麼 巴哈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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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好像也有上過 那個好像就是在談遊戲的嘛 是不是 什麼都談 是嗎 不是遊戲而已嗎 真的啊 還要談什麼 場外休息區 什麼叫場外休息區 反正這個就是內容網站 那資料庫相對來說 可能你們會用的比較少啦 就是說你如果要查什麼資料 現在很多資料庫都上網 所以你可以在網路上查詢任何的資料 不是任何啦 就是開放出來的資料 像什麼呢 我看一下有什麼資料庫 我們學校圖書館好了 但是對我們做老師的而言 或者說研究生 他們如果要查很多論文 那這個論文有很多不同的資料庫 所以學校的圖資處那邊 他就有把這些線上資料庫 他就有可以透過我們圖資處 連到那邊國外的線上資料庫去查 那像我如果要搜尋一個keyword 假設叫做海洋環境保護 叫什麼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就是這樣 我下一個keyword 他就可以把相關的論文就幫我找出來 這個就是資料庫 所以我們用的比較多就是類似這種資料庫 那你們用的比較多的資料庫會是什麼 摩瑪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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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他會幫你列出很多資料庫 應該很少啦 或者是你們那時候在查那個算不算 查落點分析 落點分析那個算不算資料庫 好像也是喔 他後面可能有很多之前的歷史資料 然後他去累積我不知道 他可能出資料庫他可能還搭配一些所謂的small search 類似這種方式 那資料庫的部分 我們一般來說像期刊論文的部分 我們台灣的一個國家圖書館 他有一個全球資訊網 所以像你們如果要看我們這個系之前的研究所的論文 其實在我們台灣的國家圖書館的全球資訊網 他就有這個資料庫可以去查到 那另外如果你對產業有興趣的 你的產業的資料庫 那當然Google就是一個全文的這個資料庫 類似這樣 那文件的索引當然剛剛說過 你大部分都是學者或研究生比較多啦 那另外商 比較沒有一些商業性質的報導 所以這些都是資料庫的部分 那產業資料庫主要就是 因為產業資料庫他們要做產業分析的時候 他需要一些產業過去的歷史資料 好像也許像是 像是股票的那個走勢有沒有 他們如果是要查那個什麼鴻海 今天不是今天而已 他可能搞不好查他過去十年的股票 他的股價 那他可能就是需要去查他的歷史資料庫 但是你要查那麼久的資料 有時候你還要透過什麼 因為你要收集資料 不是做善事啊 他要賺錢 所以這個資料庫有時候都要付錢 所以像我們學校一年要付給 我們剛剛說過搜尋這些網站的資料 然後包括還可以把那個全文下載下來 我們學校一年要付好幾千萬給廠商 所以是很貴的 所以當然你們現在大學部可能也許還不會用到 但是你們到研究所就要善用這些資料庫 因為那是很貴很貴的 你看一年要付幾千萬的資料 那個費用去給資料庫的廠商 就是為了能夠取得那些資訊 所以這些知識是無 不是無價 知識是寶貴的 是要賣錢的 所以這些都叫付費 那當然也許你們也許會常用這個BBS 這個很久很舊的東西 從我在讀書的時候就有這種東西 沒想到這個時候還存在這種東西 可見我們台灣也很特別 這種東西國外搞不好現在都很少在用 我們台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PTT的關係 所以還特別還留著 那其實BBS某種程度它叫TailNet的功能而已 那TailNet其實是一個遠端連線的概念 所以它只傳輸一些文字的訊息 所以Anyway 但是現在BBS聽說也有把它放到網路版 就是你不是只有透過那個Blackbox 黑盒子上去看 它可能在網路上透過那個瀏覽器 也是可以看得到嘛 所以BBS現在 以前台灣其實除了PTT很有名之外 我們中山大學的BBS聽說也很有名 但是好像現在已經也慢慢的 因為早期在發展 台灣在早期發展網路就是台大開始最多 然後後來我們中山支管系成立的時候 我們中山好像有成立一個叫什麼西灣 西灣殺回 我記得以前我們 我那時候剛來中山的時候 學生他們很多 你們現在 系辦要公告都是在什麼 在臉書這樣 你們有一個平台嗎 以前呢 最早期是寫在一本記事本 然後那本記事本就掛在系辦的外面 學生要去看就是在系辦外面看 那個是很早期啦 那後來呢 後來有BBS之後呢 所有的公告都是在BBS上面 所以你去查舊的那個 我忘記那個名稱叫什麼啦 反正是中山大學的BBS 那所有的系要公告 我們就有海公版 那海公版裡面的要公告什麼 就在上面公告 或者是你們自己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研究所學生要幹嘛 有什麼活動 各個班有自己的那個班版嘛 類似這樣的方式 所以以前都是透過 後來透過BBS 那當然現在就是透過臉書啦 所以大概就是代表 代表這個技術的一直發展 那郵件的話當然也是啦 電子郵件現在 我們現在好像聽說比較少用電子郵件 對不對 因為現在直接在LINE上面 或者直接在臉書上面 那email反而現在比較少用啊 大概只剩下 比較正式 現在email變得有點像是 比較正式的場合 或正式的通知會透過email 那現在email 有很多也是透過web webmail 直接可以直接在 直接在那個全球資訊網 他們直接去收email 對不對 最早就是Gmail 就Google的Gmail 那另外還有電子報 你們有沒有訂電子報 應該沒有啦 好 你們要訂電子報 就有時候他會給你三不五時寄個通知 因為現在 現在通知都是可能用push 就是real time 即時的 就是有時候你手機 突然弄一弄 跑出一個message出來 那是用push 那電子報它是比較不是用push 它就是有固定時間 它會寄一個通知給你 然後把它最近收集的什麼information告訴你 特別是像這種商務時報啦 這是這種比較 比較屬於商業用的 所以他們都會有這種電子報的概念 那另外 除了email之外 還有一種叫做檔案傳輸服務 這個我們就會用到了 這個我們 這門客 因為要你們上傳資料 特別是客後作業的資料 我們會用透過這個FTP的方式 讓你們熟悉一下 這個雖然也是一個很舊的東西 但其實它可以傳輸比較大量的資料 所以以前早期在傳那些 傳那些有的沒的檔案的時候 都是透過FTP 就不是很正常的檔案的時候 都是透過FTP去傳 因為那個可以傳比較大量的東西 知道意思嗎 那anyway它大量的資料 當然你們的資料不大啦 你們的檔案 你們寫出來的程式大概不外乎 最多就是 最多十幾K就已經很嚇人了 因為那個你們寫的都是文字檔 文字檔只要十幾K 那個已經算是很大 那但是為什麼讓你們用FTP呢 因為比較好管理 因為你們如果每一個人 都要透過臉書去傳 那可能很麻煩 它可能都在同一個地方 那透過FTP 它在管理端我們比較好去控制 所以FTP可以上傳可以下載 所以當然下載 主要都是比較大量的資料 那上傳的話是可以管理 方便我們管理 那它是一種主從事的架構 所以我們會架一個server 叫FTP的server 你們就連到那台機器上面 然後就可以上傳你們的資料 類似這樣 那至於怎麼用呢 我們下禮拜開始實習課的時候 那個助教會教你們 怎麼用這個FTP 沒有人用過吧 有沒有用過FTP 應該沒有啦 是嗎 Give me some sign 好不好 有沒有 沒有 好 好 另外還有一種叫共享軟體 這個也不是應用啦 這個就是 你們現在大概現在的軟體 大概都直接 直接在網路上找嘛 其實這個共享軟體也是啦 共享軟體就是說 它可以先讓你用一段時間不用錢 那你如果覺得好的話呢 你再付錢 那不然的話呢 它就把你的某些功能就block住 就不讓你用 這個叫Shareware共享軟體 那當然也有不用錢的啦 Freeware就是完全沒有限制 那當然還有一種叫做 快樂版 我們想那個最好不要用 不然哪天被抓到 你知不知道成大發生 不過成大那件事情好像是 是因為下載MP3 然後呢 調查局的人跑到你們去搜 結果有學生被抓 因為他的檔案很多 裡面的MP3檔案 所以就被抓了 是喔 是有發生過的喔 所以你們不要亂抓一些有的沒的 如果要抓了 趕快聽一聽就丟掉了 反正現在 現在你們都很流行用YouTube嘛 那個就是real time的 反正你要聽就聽 你不用把它下載到你的檔案 只要有下載的行為 基本上那個就是 下載到非法的什麼什麼 那個就是 illegal 那調查局要抓 其實是很容易的 真的喔 這個不是開玩笑 所以 要小心啦 要小心 看他要不要抓而已 那 這個軟體可以下載 當然安裝 還有現在比較常用的 還有雲端對不對 這是因為透過網路 因為網路的關係 所以現在慢慢 因為網路越來越快嘛 以前網路比較慢的時候 你要用雲端的服務是比較困難 那現在網路的頻寬夠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很多雲端 有沒有在用雲端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有 你們用什麼雲端 那個 Google雲端 Google雲端在幹嘛 就是把資料這裡 喔 就這樣而已喔 然後雲端相簿 雲端相簿 還有呢 還有雲端什麼 雲端相簿 雲端檔案 還有什麼 百度雲 百度雲喔 百度雲你沒說嗎 就把看的小說先放在裡面 喔 小說可以上網看是嗎 可以啊 注意有沒有版權問題 還有什麼 行事例啊 Google行事例不是很方便嗎 有些像對我這種老人來說 常忘記事情 我們就把要做事情 寫在Google雲端上面 然後我今天不只在電腦可以看 我在手機也可以看 我走到每個地方我都可以看 對不對 那很方便 另外還有影音嘛 影音就YouTube 你們如果 像你們如果去銀行活動 有很多活動 你們要回來跟大家分享 你們就可以上傳到YouTube 讓大家看嘛 或者臉書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雲端的功能 那雲端可以做什麼事情 還有很多啦 包括像雲端如果比較series 他可以做一些雲端的運算 就是說我今天的計算功能 需要很大的話 我今天可以不是一台算 我可以兩台算 三台算 四台算 五台算 他就有一個雲端幫你做計算 所以這些都是未來的一些服務 所以這個都隨著網路越來越發達 所以額外的一些 跟以前不太一樣的一些 好 那大概我們概論的部分 大概就想到這邊 所以我們從整個電腦的概念 包括它的硬體 包括它的軟體 還有包括網路的應用 大概就談到這裡 我們就這兩個禮拜 那我們下禮拜就開始上程式語言了 所以下禮拜就開始比較刺激一點 也比較boring一點 那實習課也開始會要求你們開始寫程式 那今天下午還是一樣是office的 上禮拜學word 上禮拜word還好吧 那禮拜的word會不會寫啊 會不會用啊 不是寫啊 還行 還行 那這禮拜要學PowerPoint跟Excel 那當然也是基礎的啦 也是簡單的 也許你們以前高中都用過嘛 但是你們也許只用 像你們學word有沒有覺得比較厲害一點 有有有 有沒有比以前高中學的厲害一點 有 有沒有方程式以前高中有沒有打過 有 高中沒有學啊 高中沒有學啊 沒有人在教導中 是嗎 不然你們的記憶概在學什麼 你們高中不是也都有電腦的什麼概錄 西語言嘛 你們高中在學西啦 可是我在睡覺 好啦 那反正 Office的軟體其實對你們以後幫助會很大 像你們現在 剛剛好像有聽說你們在準備計畫學的什麼 是不是 剛剛是不是有人說在準備計畫學的報告是吧 還是什麼 你們就是因為 因為要去 這禮拜六要去玩嗎 不是玩啦 要去迎新 所以 陸老師要求你們要寫一個計畫學的什麼東西 就是作業 作業嘛 所以要用Word打嘛 對不對 可以眩學眩賣啊 對不對 你們現在學的Word怎麼用 就可以把一些比較眩的東西可以把它放進去啊 對不對 好 結果我跟你這樣很屌 假唱 好啦 反正 你們在這邊所有的學習 我再講一次 你在這邊也是學 你在這邊如果不學也是在這邊 那 那 那 時間一樣這樣過去 錢一樣這樣花 為什麼 你們來這邊的每一集的課都是花錢的啊 對不對 你不要覺得不痛不癢啊 有貸款的人可能就會覺得有點感覺 如果是家裡老爸老媽出的可能感覺是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我們的學費是算便宜的啊 因為你們只要付國立大學很便宜啊 兩萬多 對不對 私立大學要多少 五萬多 其實也還好 你看 如果美國要讀大學呢 我常跟學生分享 美國大學 像以前我唸的那個叫普渡大學 上次不是跟你們講了嗎 他是公立的喔 他現在一學期要多少錢 學費 兩萬塊美金 多少 六十萬 你要花六十萬來讀書 你要不要專心一點 你要不要想辦法把老師榨竿來學習 任何可能從老師學習到的東西 所以美國學生學習的那個動機是不太一樣 當然 因為美國其實他們到大學有兩個 當然一個是 當然 就他們美國讀大學其實普及率也不是這麼高啦 因為他們高中有的畢業就在做事情 對 你看美國很多電影不是高中畢業就在做事情嗎 那讀大學很多當然是自己有想法 或者想當然讀大學之後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是美國讀大學是不便宜的 即便是公立大學都那麼貴 那你更何況那些長春藤聯盟的 那個一個學期四五萬塊美金 對不對 當你要付那麼多錢的時候 你要來學習到這些知識 你會不會要想多花一點 不然就不要乾脆不要花那四五萬塊 你高中畢業就業就好了 所以那個是有不同的程度的差異啦 那我們的學費當然便宜 所以某種程度也是整個台灣環境的關係 但是還是畢竟那是一筆資源嘛 所以花了這筆資源來這邊幹嘛 如果覺得還是人生 人生沒有方向的話 那當然也沒關係 但是至少在這四年或在一開始的過程中 就是你們開始要先去調整一下你們的想法 找出人生的方向 當然啦 你的人生方向最好還是留在我們系上 那如果假設要有不同的想法 當然我們也是祝福啦 但是總是要先多了解一下 不要覺得人云亦云 你要說這個科技業好像很厲害很厲害 那你就覺得就往那邊跑 那你這樣也是跟著人家走啊 你要自己想想看自己的興趣喜好是什麼 這才是重點 不要人云亦云 這很重要 要學習做自己 選自己喜歡有興趣的 這才是重點 那當然如果你當初是有些策略進來 我們系上的 那我也沒辦法啦 那個是不是你們的居心叵測的問題 不是系上的問題 但是我們會盡任何的盡所有的能力 所有的老師都一樣 會盡所有的能力來協助你們 好啦 下課 下午見